大兄姊妹主来平安 今天落响圣言读经计划的经文 是马太福音11章20-30节 让我们先行细心阅读这部分的经文 然后有一段安静默想的时间 盼望神他亲自透过他自己的圣言 来到教导每一个渴慕他话语的人 也都叫凡乐意进行他教导的 都能够得着他所应许的赏词 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 当耶稣完成了在山上向群众的教导之后 他就落山然后在各处的地方 施行了各样的歧视神迹 并且猜派了门徒外出去服事 到了11章 罪事就由被囚在肉中里面 施浸的约翰所提出的疑问开始 耶稣为了要回应约翰的门徒他们的查询 就再一次提及他所施行的神迹 按照11章5节的记载 就是核眼的看见 球腿的行走 患麻疯病的得到结症 耳聋的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听到福音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透过他的言说教训 和权能的施展 来到向当时的人 显明他的身份 不单止这样 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7-19节当中 就继续藉着他对施浸约翰的谈论 再一次来到暗示他究竟是哪一位 同时也对这个误信的世代作出了评价 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纵然耶稣用他的教导和行动 来到辨明他的身份 但群众对耶稣的所视 仍然拒绝相信和接受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对于人们的不信 作出了严厉的谴责 以及严肃的审判讯息 而按照今天经文的内容 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来到留意 首先在第20节-24节和27节当中 在里面我们看到 父上帝以至耶稣 都没有限制他自己的旨意 权柄和能力 在信和不信的人中间来展现 当时的人不论他们心里是否愿意相信 其实都是有机会认识和领受 上帝为人所预备的福音 耶稣的见证是公开向所有人来做的 第二就是在20-24节里面我们看到 神的权能展现就成为拒绝不愿意相信的人 面对审讯和被宣判定罪的有力证据 第三方面就是在25节当中 人们普遍最容易犯上的错误就是自以为聪明 又或者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 很多人都有自己他自己的前撤和立场 甚至是利益的考虑 以至不愿意开放他们自己的心 放弃世界的价值而转向上帝的心意 同时给我们看见在上帝的角度里面 要成为好像婴孩那样才是有福的 因为按着婴孩他的本性 他们就最懂得和最乐意去寻求帮助 特别是敏锐于那些愿意向他施语慈爱的源头 而在28-30节里面 又让我们看见 只有在耶稣的里面 我们才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 因为只有耶稣的权能和权兵 才可以叫人从罪的捆绑里面 得着拯救和释放 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和真理 才可以使人空虚的心灵得到真正的饱足 跟随和学校耶稣 就可以经历到上帝角度的福气 大兄姐妹 当你读完这一段经文之后 你会不会感到诧异 为什么当时的群众 特别是犹太的宗教领袖 他们会拒绝相信和接受耶稣呢? 但与此同时 对于今天的我们 我们又有 会不会好像昔日 这班宗教领袖一样 不愿意以耶稣的心意 作为我们行事的准则呢?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假如我们认定我永远属于耶稣的时候 我们在凡事上 是不是都愿意把耶稣放在手里 并且努力去将其他一切 阻隔着我们 以耶稣为首的 无论是人 事 或者物 都愿意挪开呢? 我们今天的生活 都被世俗的文化 和价值所去围绕住 并且会使到我们 在不知不觉之间 引领我们离开神的心意 和祂的教导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唯独耶稣 没有任何的人和事 在我们的心中 能够等同于耶稣 若然我们要得着 从上帝而来的福气 就不要靠我们自己 用狗牛二虎之力 紧紧地捉住 我们应该来学习 将开双手 让耶稣来捉住我们 这样我们就不会感到疲乏 也不会感到负荷得太重 靠近耶稣 依靠耶稣 就是这么奇妙 难能可贵 让我们一起去祷告 天父求祢使我们每一个属于祢的人 都有一伙清洁的心 专心渴慕你和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放下世上的荣誉 财宝和赞赏 让我们单单专一地回到你自己的里面 满足在你自己的里面 求你这样联吻我们 谁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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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